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月前通过官网低调宣布,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N2技术已按计划于2025年第四季开始量产。 虽然Five20厂预计也会随后启动大规模生产,但高雄厂的首发地位反映出台积电在台湾产能调配上的高度灵活性。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此前法人说明会上曾经表示,N2制程在本季进展顺利且良率良好, 并预计在2026年受益于智慧型手机与高效能运算HPC AI应用的驱动,达成更快速的产能提升。 过去,台积电在导入新制程时,通常会优先针对行动装置及小型消费性电子产品进行产能爬坡。 因为这类晶片尺寸较小,良率控制相对容易,但N2制程打破了这项惯例。 背景是因为市场对先进制程的强烈需求,台积电正同时针对智慧型手机, 以及更大型的AI与HPC设计在新厂进行产能提升。 而且,台积电同时启动两座具备N2生产能力的晶圆厂,反映出其众多合作伙伴对此技术的高度兴趣。 不过,2奈米制程的量产只是开始,台积电已规划好了清晰的后续路径。 接下来,作为N2家族的延伸,台积电将推出N2P制程,在N2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效能与功耗,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 更受瞩目的将是A16制程,将首次导入台积电的超级电轨Super Power Rail SPR背面供电技术。 这项技术特别适用于具有复杂讯号路径和密集电力传输网络的高效能运算产品。 目前,A16的研发进度亦符合预期,预计将于2026年下半年进入量产阶段。 然而,台积电南经厂View验证中端用户资格已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公司已明确立场。 台积电中国总裁称供应链依然安全,并驳回了对中国客户受工厂产能限制的担忧。 另外,据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说法指出, 美国政府已准许韩国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2026年将其所需进口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导入他们位于中国的工厂。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美国政府对三星和SK海力士中国工厂进口美系半导体设备及物料实行了年度许可制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已向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发放了年度许可证, 允许他们在2026年内将所需的半导体设备及物料进口到中国工厂,无需逐碍申请。 在去年8月底,美国政府通过联邦公报突然发布通知,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修订出口管理条例EAR将已被SK海力士收购的原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 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以及SK海力士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从原有的经验证最终用户Viu授权名单中移除,120天后正式生效。 这也意味着三星和SK海力士在中国的工厂采购美系设备及物料的许可豁免到期之后, 将会受到2022年10月出台的出口管制政策的限制。 他们如果要继续进口该规则限制的美系半导体制造设备及物料,必须阻碍申请许可。 美国商务部当时表示,虽然不会允许他们继续扩大产能或升级先进技术, 但将批准许可证以保障企业现有工厂继续运转。 但是,由于美国商务部一直积累着大量的许可需要审批, 因此,许可审批时间的不确定性将会给三星、SK海力士在中国的晶圆厂的营运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是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 而中国也是他们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尤其是标准型DRAM和NAND FLASH晶片上, 他们在中国的工厂拥有非常大的产能占比。 而当前全球记忆体晶片正面临严重的缺货、涨价问题, 如果他们中国工厂运转受到影响, 将导致全球记忆体供应链进一步恶化。 因此,在120天的最后期限到期后, 美国商务部向三星和SK海力士颁发了2026年的年度许可证, 即他们在这一年内可以获得固定数量的设备和材料出口到他们位于中国的工厂。 以后,他们也需要每年申请一次, 提前提交所需设备和材料的具体数量申请, 以便获得年度许可证。 需要指出的是,台积电南经厂也被美国从今验证最终用户U授权名单中移除了。 不过,台积电南经厂目前已经同步获得了美国授予的年度许可, 只是尚未对外公布。 另外,台积电内部人士此前表示, 其对美国的要求是一视同仁。 没有理由说,美国政府给三星SK海力士年度许可,不给台积电。 他们也这样承诺的,就是一视同仁。 所以,三星SK海力士如果能够拿到年度许可,台积电也会拿到这个许可。 哪怕真的没有年度许可,台积电南经厂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该内部人士透露,南经厂不受权被撤销。 如果也没有年度许可, 那其从美国进口任何受出口管制的设备、原物料、零组件, 就一定要那个美国的供应商去找美国商务部去拿许可。 所以,台积电要跟美国的供应商合作,一笔一笔地去申请。 以前是整批的申请,随便你买什么,只有不超出你现有的公益需求就可以。 现在,VU授权取消,如果也没有年度许可,就是要逐案的申请。 这会极大增加整个行政上的工作量,需要花更多的人力去逐案申请。 除了市场特别关注VU限制,是否会永久限制南京16奈米和28奈米产量, 从而可能影响交付。 据报道,只要符合监管要求, 中国客户就能通过台积电全球网络访问先进工艺, 而不仅仅是南京京电的16奈米或28奈米工艺, 展现了公司的营运灵活性。 值得注意的是,小米的3奈米XVO1晶片作为中国企业, 能够全球访问台积电先进节点能力的证据, 进一步印证了高管的言论。 与此同时,台积电正与供应商协调, 尽管合规变得更加严格, 但流程仍然可控, 南京京原厂的营运和供应链依然正常运行。 台湾经济事务部通过商业时报指出, 南京工厂约占公司全球铸造产能的3%。 此前《经济日报》报道称, 晶圆厂每月约生产2万片16奈米12奈米晶圆, 每月约4万片28奈米22奈米晶圆, 主要服务汽车晶片等专业需求。 总体来看,台积电对南京京厂稳定表示信心, 韩国晶片制造商正从扩张转向在中国的生存。 报告引用的一位市场专家指出, 他们现在更重视传统工艺的收益率, 而非晶圆厂升级。 报告补充说, 从今年开始, 随着每件设备都需要美国批准, 战斗将聚焦于维持利用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